六十三,神山之内,我所在的总部掠过那些漂浮着的山峰,才发现这些漂浮的山峰也是如此的巨大,每一个都如同一座城市,无法想象这些山峰怎么漂浮起来的,有瀑布从一个漂浮的山峰上卸下,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白色的水雾光影,这是仙境,已经不得不让我再次震惊起来,八局总部悬停在神山的旁边,轻轻地颤动了一下,再也不移动了。 赵亚军说,到了,我们下去吧。我随着赵亚军,苗苗等三十多个人,从八局的总部走出来,经过一道八局总部延伸出来的步道,踏上了柔软的布满细草的地面,身边耸立着参天的大树,各种动物站立在两边,痴痴地看着我们这一行人,他们并不怕人。 回头望去,八局总部已经变得完全可以看见了,尽管仍然显得异常的巨大,但是比起不远处悬浮的巨大山峰来说,已经有点微不足道了。 步行了几分钟后,前方迎来了一面掩体,在掩体下方正对着我们,有一个工整的半圆形入口,如同在这面掩体上一口气切割出来一般,光滑的,没有一丝的瑕疵。 我们步入这个洞口,地面也是平整的,如同一块石头,直接切割出来一般。 整个洞口都透出柔和的光线,如同自然界的光芒。 我们继续先前走去,很快这个洞口就越发地宽大起来,如同半个喇叭似的。 等我们从这个喇叭口中走出,眼前看到的是诺大无比的一个山洞。 山洞墙壁上有无数个类似我们出来的这个出口一样的喇叭口。 抬头望去,山洞似乎看不到顶部,不知道到底有多高。 往下看去,是一个圆形的地面,至少有上百个足球场一般大小。 地面上横七竖八地遍布着笔直的蓝色花纹,而中间则耸立着一块柱状的巨石。 赵亚军带着我们走上出口处旁边的一个100平米以上的平台。 这个平台就慢慢地下降而去。 我可以看到,对面和身边不远处,也有巨大的平台下降着。 有的已经下降到了底部,上面的人正在走下来。 等我们下降到底部,一行人不下平台,我才发现,这个圆形的地面中央耸立着的柱状巨石原来也是悬浮在地面上的。 底部离地面有两三层楼高。 这块柱状的巨石大概直径有20米左右,高度则至少超过100米,本身还在异常缓慢地旋转着。 在柱状巨石的下方,是一个圆形的凹洞,看不出有多深。 只觉得,这块柱状的巨石仿佛是从下方的凹洞中生起来的。 这块柱状的巨石上刻着大如一个成人般的红色文字,似乎是各种文字写成的一句句话。 有几个我认识的中国文字,写着,入神山者,无所生无所死,无所见无所闻,无我无他。 我正要琢磨,这话是何意?赵亚军在我身边说道,不能在此就留,我们下去吧。 我说,下到哪里? 赵亚军说,这里只是神山的一个入口大厅罢了说着,就带着我们向场地中央走去。 我也不便再说些什么,只是跟着赵亚军就走。 身后又多了一群人,应该是其他八局总部下来的人,我只微微一瞥,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同样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身上。 此人也正打量着我,看上去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印度人。 我看了他几眼,就顿时升起对他的厌恶感,脸上顿时皮肤翻滚起来,身体内劈啪地响着,如果不是,旁边还有赵亚军等人,我一定已经朝他走去。 这个印度人,也脸上皮肤翻滚不停,也是牢牢地盯着我。 我的前方一阵巨响,我回过头来,不再看这个印度人。 前方平地里,缓缓地升起一个石门,里面有楼梯向下延伸。 此时,整个地面各处,也有更多的石门,已经升了起来,似乎每一行人对应一个。 我和赵亚军一行人,走进这个石门,里面光线还是如同外界,毫无阴霾之感。 脚下台阶也是整块石头打造出来一般,高度和宽度都是恰到好处,并略有些人工打磨的迹象,让表面不至于太光滑。 考虑得如此细致,不得不让人赞叹。 向下走了百余级台阶,我们走上一块平坦的巨石,又是向下降去。 降了大概不到一分钟,对面豁然开朗,是一个显得非常干净整洁的房间,所有物品都是石头打造,有桌有椅,椅子上都铺着一层毛茸茸的软垫。 我们一行人坐下,赵亚军站着说,中国区八局主导赵亚军,四周不知从哪里传来柔和的女子声音,请略是休息,等所有人到齐之后,长老会要一一地见替待者。 赵亚军说,好的,也坐了下来。 那女子的声音继续说,张清风,欢迎你来到神山。 我笑了笑,说,感觉很好。 那女子的声音说,谢谢你,希望你愉快。 我答道,会的。 那女子的声音,就消失了下去。 除了赵亚军以外,身边所有人的闭目养神,好像这一路走来,他们显得都有些疲劳。 我知道这些人,除了苗苗和少数几个外,都是八局的主脑级人物。 在我复杂的记忆中,是见过这些主脑的。 他们对我从事不同的检测和辅助工作。 我也并不觉得疲劳。 但觉得,从来到神山这个空间之后,一直有种精神力在拉扯着我的意识。 似乎是想把我的自我意识从我的身体里拉出来。 我很容易地,就克服了这种拉扯。 但是不知道其他的人感觉会怎么样。 我见赵亚军也正看着我。 于是低声地说,整座山都是神山吗? 赵亚军说,是的。 我说,使缘体在哪里? 赵亚军说,在最下层。 我说,这里不可能是人工建设完成的。 赵亚军笑了笑说,这个失落的世界,太岁人可以随意地操纵物体,不过仅限于物体的移动、分割和破坏。 比如,我们进来的那个洞口,只需要想一想,就能够完成。 我说,那为什么太岁人不都到这里来生活? 我看这里足够的大了。 赵亚军笑了笑,说,太岁人到这里来,这个世界就会混乱,而且等同于自杀。 你也感觉到了吧,有种力量,要把你的自我意识拉扯出来,那就是使缘体的力量。 只有神山少部分的人,能够在这里生活。 如果要选择的话,我宁愿待在外面的世界。 我说,越接近使缘体,就越接近死亡吧。 所以,你回到这里,替代使缘体的愿望,就更强烈。 赵亚军笑了笑,也不说话,呆住了一般,半嗓才又慢慢说出一句。 张清风,你知道成为神的代价吗? 我摇摇头,说,我无法想象这个问题。 赵亚军说,有些事情,你不见到,是不能想象的。 我说,会是什么? 赵亚军说,那需要你自己去体会。 我笑了笑,也不再问什么。 只是让自己静下心来,什么都不再去想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房间里又响起同样一个女子的声音。 大家还好吗? 让大家久等了。 长老会决定,先大家一起聚一下。 请这边走。 说着,房间的一侧墙壁上,就平白无故地升起了一扇门,一个通道展现在眼前。 大家走进这个通道,这个通道向下延伸着,走了足足五分钟,才终于走了出来。 眼前又是一个圆形的大厅,面积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,里面早已经熙熙攘攘站满了人。 我一走进这个房间,就觉得身上发热,好像有什么信息随时都会传入我的体内。 不一会功夫,四十五个各地区的八局的人都到齐了。 我放眼望去,几乎每群人里面都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人。 我居然有点兴奋。 难道又要彼此吃掉对方吗? 正当这样想着,从身体外一股信息涌入,一个声音直接传到我的脑海中,说,张清风,请站在最前面,坐上座位。 我也没有犹豫,就走出来站在了队伍最前面。 其他八局的人,手心中都放射出紫色的光芒,垂着头,将手放在胸前。 各个地区八局的人中,像我一样的人都站了出来,他们应该也接收到了信息。 这可能就是神山人经常所说的指示吧。 我并没有其他太岁人手中的紫色标志,但是我的身体,就能够接收指示。 四十几个我这样的人站了出来,面前,都升起了一个椅子。 我坐上去,面对着场地中心。 那里什么都没有,只是四十几个人都围成了一个圈。 场地里鸦雀无声,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场地中间。 很快,场地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出现了。 先是一些光点,再逐渐地连成了一体,清晰了起来。 等到全部清晰起来以后,我看到场地中间悬浮着,是十几层楼高,又分为十几层的圆盘。 圆盘边缘都有向外的木制椅子摆放着,每层约有五十八椅子,十几层就有上百张椅子。 圆盘开始慢慢地旋转着,而椅子上也开始慢慢地出现人的影像。 如同我见过的凌凤山出现在校园的地下一般,一个又一个人异常真实地出现在椅子上,他们都穿着变装,年纪有老有少,性别有男有女。 这实在让人觉得古怪得很,这些是长老会的人吗? 怎么不像神山其他人那样穿着制服泥? 等所有的人都出现的时候,我脑海中又传来了指示,很奇怪吗? 张清风? 我在脑海中回答,是哪位在说话?